2月5日,今天一打開這個新聞,很多蝙蝠都說林鄭特首女士疑似,口誤爆粗的事件 香港01特別關照林鄭月娥女士三篇新聞,有相片和字,說她爆粗的事件,從不同的角度去說 有支持她,有說她口誤,有說她爆粗的 幾個角度去說,大包圍,實沒有死錯人 然後坊間很多社交媒體,包括Youtube,都會看到很多片段 今天我們分析一下,究竟是不是真的爆粗呢 先說一下,在這個著重,之後的處理手法 民建聯的梁熙,大家都知道誰 西灣河武地鐵站那個 那她就說,建議特首女士出來,反召 她就說更有信息的傳播力 我看完之後,我心想你真是瘋了 大哥,你上次地鐵站那個,其實老實說,反召 你留意一下,兩樣東西是兩回事 梁熙,是吧 上次你那個反召,你是因為你沒有常識 你的常識是降到零點 然後你出來反召,其實是把自己的邏輯常識的位置推向最低點 然後博大家一笑,一笑致致之後 笑足你一輩子,那就算了 這次不是的,是兩樣東西來的 性質是兩件事來的 這個是一個口誤來的 就是坦白說,我不相信林鄭 真的想在現場暴躁,是吧 那是口誤,是吧 那是口誤的話,就是 反過來,我認為 那個真是的處理手法 是應該難處理的 是應該不要理她的 老實說,你繼續下去,只會愈苗愈黑的 因為我們從兩個角度去分析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個說話 當時那個的前文後理 那大家聽聽特首說些什麼 除了提供緊急,就是Emergency 以及必須,就是Essential 前文後理就是,她有一些東西她看錯了 她應該是說下一段的東西 她看錯了,她看了下一段 所以她說,不是,是吧 OK 她一直掃下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樣,一行、一行、一行 這樣掃下去 可能她說到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跟著想說第四行的時候 她跳到第五行 所以她說,不是,是吧 如果你說,不是,她可能是 她想說第五段的東西 那她不會說,不是,是吧 OK 她是將那個疑似的吊字 會放在前面 那她已經先說了,不是,是吧 那個吊是一個的助語詞 那所以呢 某程度上,這個是她當時那個的 因為的錯誤,而幫自己修飾的一個 氣氛助語詞 這個是第一點 那所以呢 所以她基本上呢 一定是口誤的 是不小心衝口而出 說出來的 那好了 我們再從一個 口音上的角度去分析 啊,不是啊,吊 我們再看一次 除了供應 不是,除了提供緊急 就是emergency 和必須,就是essential 大家都理解了 粗口呢 就是博大精心 粵語的粗口博大精心 那個吊字是怎樣說的 除了供應 啊,不是,同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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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舌是 搖 搖 搖 對不對 OK 是有些微微的卷動的 包括舌 首先我們了解 一個人呢 大家反思一下 如果他在一個 嗯 一段 說話 他講錯話的時候 或者他不小心說了其他 或者他看錯段落 OK 他本身那段 你就要看回他本身那段說話 是不是一個平實的句子 OK 很明顯 第一,在音上面來講 那個吊 是高音了 他是需要特別有一個音去發出來 跟其他字句不同去發洩他的情感 OK 那好了,第二樣東西就是 啊,不是 但是 無緣無故 怎麼會跟著之後 接著下去是吊 啊,不是同一會 是不是 啊,不是 都是一個平的 是不是 啊,開口 不是 合口再開口 那無緣無故 怎麼會卷一卷你吊 是不是 所以這個吊 他一定是有意無意加下去 啊 所以呢 一定不會說是 啊 是其他字來的 你們個個都想錯了 這個並不是粗口 這樣 是吧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就是 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 那我們再從第三個角度去分析 是吧 那 為什麼 這個的疫情 會令到林鄭 忍了這麼多年 都 沒有口誤 但是金劑她的口誤呢 這樣 包括 19年 社會事件 這樣 那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她當時 面如死灰 這樣 那當時她都沒有不覺意爆粗 的 為什麼今次這個疫情 是會令到她 不覺意爆粗呢 呢 那所以 這證明這個第五波的疫情 一定是令她很困擾 那究竟是純粹這個第五波的疫情令到她很困擾 還是再加上還有其他原因呢 會不會這個疫情和那個選舉 特首選舉是掛勾 令到她 添煩添亂 啊 就是 好想很多事情了 就是 喂大哥 我心 都已經表態了 為什麼大大 你還沒 是吧 被一個綠色剃我 說我可以 入閘 或者連任呢 這樣 那可能啊 她近來實在 太多太多事情犯了 令到她呢 真的不覺意 是吧 有些人呢 就會說 嘴唇不是人都有的啦 是吧 就是 連中啊 一條街都有啦 但是你首先呢 你要理解到的就是 我不會說呢 一個的成年人呢 是不應該說髒話 其實我告訴你 成年人說髒話 基本上 我相信啊 是 媽媽是女人的事 是吧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一個的 政客 或者一個政治人 或者一個官 她為官已經是三十年了 她很清楚 什麼的場合 什麼的時間 什麼的地方 是可以說 還有 亦都說得難聽些 她很清楚 究竟在什麼的時地 她會變成另外一個人的 就算她 那個平時本身的底質是怎樣都好 但是 我們要去深層次去想的就是 究竟什麼的事 是令到她 忍不住口呢 這次 或者是 絲水亂了 而影響到她的口呢 所以 我覺得這個 林鄭爆粗事件 大家不妨可以討論一下 天武 是 christ unseren 你 因爲